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谢谢 整个提名的这个情况是非常的荒唐 无能的这个政府已经演变成了全民党 对政府的一个戏击动态 民进党党团今天是非常严肃 而且正式的就道官的一个五提名党 提出我们政治的一个立场 我们要求 刚刚我们的总召 戴主席也都已经宣布了我们进党的立场 我们要求 这一次的提名必须要重来 必须要重提名 整个提名过程中 马英九的态度是完全不符合国人的期待 太过草率 太过恶喜 大法官何其重要 所有宪政的争议必须要透过大法官来解释 来解决 那么这个必须要对国家的忠诚 必须要对国人的这个信心 要相当的程度获得国人的肯定 那么马总统处理的这个提名过程 态度之草算 可以说是史上仅限的一个草算 人选的荒唐更是拿我们宪政来开玩笑 那么整个对国家忠诚 是这么样让国人质疑的一个人选 竟然会进去这个大法官人选的名单里面 所以在国人对这一次的这个提名完全没有信心 不符合国人期待的情况下 民进党必须要严肃的 而且严正的提出我们的态度 我们要求这个名单必须要撤掉重体 必须要重新提出一份符合国人期待的名单 那么这些所谓绿卡大法官 甚至有所谓恐龙大法官 甚至还传出来有很多的这个外面的这个所谓批评 说是好期不好的这些大法官 这些都在在的影响到国人对于整个大法官的形象 也让国家整个宪政运作最高的一个警示机关的社会形象 当然无存 所以民进党基于维护国家的一个宪政市区 也基于对于总统提名权最大的一个监督 而且是反映国人的一个期待 我们要求名单要重体 如果不重体的话 是用一种部分冲换 用一种叫做捕破网的一种提名的方式 我们完全无法接受 在礼拜院大法官要闯关 恐怕必须要通过民进党严格讨验 也必须要通过社会大众严格的讨验 我来补充一下 事实上我们不是只有这一次的大王冠的 补提名人选的对单出问题 马英九从上任之后 很多的这些政治性的提名都出问题 现在媒体都已经揭露了 从马英九上台之后的总统提名权行使 简直是一团乱 非常的荒唐 绿卡的事件不断 那这种绿卡的这个事件不断 当然反映出来国民党在执政的态度 也就是说对国家的忠诚的要求 是非常的不够 这些重要的这个职务 包括像大法官校监察委员等等 部长等等这些都是 都是出现同样的这种所谓绿卡的这种情况 那这种绿卡情况反映出来 整个执政团队的国家认同是不及格的 是不及格的 竟然在国家认同的这个标准上 是如此的充赏 那人选上呢 我们发觉到这些人选啊 都跟马英九有这个所谓政治上的这种靠近性 那么这种政治上的态度 或者说政治上的立场是如此的这个靠近 所以党团这边认为这是一种 近亲繁殖下的国家危机啊 近亲繁殖下的国家危机 也就是说马英九现在在 用他们自己的人马架构一个 所谓这个执政的一个团队 而且这个执政团队是把国家的认同 视为无物 才会出现这么重大跟民间跟人民的期待 这么重大的一个扩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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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